自行美工畫廊 自行美工畫廊是什麼 商業軟體裡面好像把它叫文字藝術師吧 那我們在LibreOffice裡面,我們可以選擇插入 叫做 Fonework這一個 自行美工畫廊 他們功能很類似 他的做法第一個,請你選擇你要的 樣式 比方說我希望要的是一個 波浪式的文字好了,確定 好,這時候他會出來這樣 那你需要點兩下去改變裡面的文字 比方說 我輸入 ODF 教育 訊 列 選擇 輸入完,你在外面點一下 他就出來 那你一樣可以改變 黃色的點點,你可以改變 他的屬性 大小從四個 這八個點去 做 跟一般 圖片的 編輯方式一樣,你有八個點 可以改變大小 自己去拉 然後你可以改變 黃色的點點,你可以改變 樣式不一樣 可以做一些調整 如果自行色彩,你可以在這裡調整 可以做不一樣的 有邊線 然後有裡面的填充 各種不一樣的填充 然後你 需要改變的時候,記得 文字要改變 Double Click 兩下 好,比方說我把列拿掉 在外面點一下 他就把它做改變 如果你需要改變字型 一樣Double Click 之後 把字選起來 我不希望 我希望改成 標開題 好,他就變標開題了 那這個字型的部分就需要自己去調整 我們再 複習一次 插入什麼 Fone Work這個 叫做 字型美工化 選擇你要的樣子,我需要這樣半圓形的樣子 選擇確定 好,插入之後呢 記得Double Click 去改變 字的內容 好,假設我要123456 最簡單打 簡單打個數字 在外面點一下 他自己就會改變 好,這樣子的 功能 你也可以熟悉一下 來一切 所以 不過 那個 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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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